134 東方日報 金門兩岸籃球賽打出火最後擁抱然和 2015年7月26日兩岸A31 本部綜合報導 前日在台灣金門舉行的兩岸籃球賽 爆出北京大學與台灣藝術大學球員而因肢體接觸打架鬧劇 將運動家精神拋轉腦後 台藝大教練李伯倫聲稱球員並無橫手 北大球員則反駁一個巴掌拍筆響 幸好雙方球員就依檢查後均無大愛 事後雙方也擁抱然和 北大球員 穿白色球衣 與台藝大球員推擠戶口 互聯網圖片 作勢拿接作武器台灣傳媒報導 前日在金門院立體育館舉行的第24架金城杯籃球邀請賽中 主隊台藝大與客隊北大的得分接近 有觀眾指雙方防守時互相退制 火藥未滲濃 到第四季最後兩份多宗 台藝大中鋒 32號球員葛燕神因一次防守犯規 引發北大球員萬聖偉不滿 五、陸名穿白球衣 的北大球員突然從後備職擁 上場追打葛燕神 還有人作勢拿接當武器 被上前圈左的裁判欄下 一旁記錄台也被撞到 場面幾乎失控 有傳葛燕神被打至語稱 他和萬聖偉事後到醫院檢查是擁抱相互道歉 李伯倫希望事件或想句號 葛燕神也在Facebook表示一切是誤會 主辦單位金城鎮公所指今次是球員年少棄城發生的小插曲 雙方本週五將在台灣舉行的亞洲大學名校邀請蔡忠再次碰頭 李伯倫強調沒想太多 到時雙方仍會以求會有